老代说说,说我想说,最近沸沸扬扬的食物中毒案件,虽然老代从未吃过保林茶室的餐点,所以对于保林茶室不多做评论,反倒是想提醒大家食物保存的重要性。 根据此起中毒事件,经由网络资料查阅,似乎是由一个名叫米酵菌酸所以起的,因此毒素会瘫痪力腺体,引起身体不适,而可能会受米酵菌酸所污染的食物,大致整理给您。 变质的淀粉制品,完全或不完全发酵的玉米,变质的木耳与银耳,变质椰子制品。 所以应该避免以上提及的食材。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米酵菌酸等内容,可以自行上网查阅与找资料哦。 老代关心您的身体健康,也希望食物中毒者能,赶快回复身体健康。